小梧桐,快去打扫卫生,扫不完不准吃饭 好的,我马上就去 小梧桐,快去打扫厕所,扫不完不准睡觉 好的,我知道了 小梧桐,快去做饭,老娘饿了,要是不做饭,以后就别看电视了 可恶,你这个比比冬一天到晚都喜欢我,我好讨厌你,还是我的小五妈妈好 这个家我一课都带不了,我要去找我的小五妈妈 小梧桐,你走了就别回来了,我是不会让你找到小五的 小可爱,千万不要发送小花花,告诉小五,小梧桐是我故意气走的 也别发我害怕的狗头,我已经好久没睡好觉了 咦,这里怎么有小孩子在哭,好像是小梧桐的声音,我要过去看看 妈妈,真的是你妈,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小梧桐,你怎么会在这里哭呀,谁欺负你了 告诉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都怪比比冬,你走后,比比冬天天都在使唤我 更可恨的是还让我做饭,还要赶我出去 可恶的比比冬,竟然欺负我女儿 走,妈妈带你去找比比冬算账 比比冬,你怎么会在我的家里 怎么还欺负我的小梧桐 你给我说清楚 教皇大人,今天家里来客人了吗 这么热闹 杭三,你终于回来了,这个小五还叫我滚出去 什么小五,这里不是你的家了,赶紧给我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以后别来了 妈妈不要走啊,你走了一定要带上小梧桐 放心吧,小梧桐,妈妈不会抛弃你的乖女儿 你有没有发现你爸爸的眼睛和头发都变成红色的了 以前可是蓝色的,系统,快出来帮我查一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报告主人,你不在的时候,皮比冬使用了黑模板控制了唐三 天哪,怪不得三哥变成这样,系统要怎样让,才能让三哥恢复过来 主人,你只需收集很多小花花,和构头能量就能借助皮比冬的黑模法 唐三自然就恢复了 小可爱们,如果你们还有小花花的话,就帮助三哥恢复回来吧 小伙伴们,你们会帮助唐三爸爸吗 放心吧,小梧桐,我相信小可爱们会帮助我们的